大家都知道荷兰有许多的风车 可是您知道比利时南半部瓦隆大区 有多达2500座的水车魔方 具有成为小型发电站的潜力 如果好好利用 有可能成为产出可供2.1万户 所需电力的再生能源来源 是不是相当令人期待呢 维绿的轰轰声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黑色的巨轮正在转着 比利时古老庄园中的百年历史水车 正在运作 位于东部城镇海尔河畔奥洛涅12世纪的水车 在比利时建筑师皮埃尔·罗伦兹的眼里 不再是传统的水车 他看到的是潜力十足的发电厂 这台水车是那个时代保留下来的 极少数的魔方之一 在1977年被宣告为比利时的国家古迹 洛伦兹于2003年买下了他的产权 包括主建物、古物魔方、面粉魔方 接着就开展了他的绿能计划 在修复之后 其中一台魔方现在可以从一条小溪中挤水 并且每年产出7000瓦小时的电 可供两个家庭的电力使用需求 如果雨量大一些 电力的产出还可以成长到5倍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要认为要在毫无关的 零食的能源 这些是一样的一样 但这些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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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风雨 它是没有水 因为它没有水 但它是一样的水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的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 它是一样的 洛伦兹建议应该把横跨比利时南半部瓦隆大区的2500座魔方都加以利用 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具有提供2.1万户所需电力的潜力 2014年比利时可再生能源占总消耗能源的比例是8% 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以前达到13%